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执行主任林娇好 马来西亚博物馆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大的民办华人历史博物馆 我们的整个的趋势角度是以马来西亚华人本土视角出发 我们会尽量的体现马来西亚本土华人的特色 比如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展区是体现当时华人从事的一些老行业 还有展示了华人珍贵的民间信仰 还有马来西亚特殊的华文教育体系等等这方面的材料 我们除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手法 参观者可以直接通过手机跟跨时代的跟一些历史人物进行合照 然后也可以让参观者真实的感受历史时代带给他们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尝试 比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船舱内部的设计 感觉上就是像大家跟我们的祖先一样 坐上船跟着郑和来到东南亚这块土地 我们的镇馆之宝最珍贵的是反正是两张钞票 它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历史意义 是跟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马来西亚第一批非英国人签名发行的钞票是由华人签名的 这就是它的那个历史意义 历史价值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做得非常好 在整个介绍整个这个马来西亚的历史是非常充足的 也让我们身为这个华人更加深度的了解 整个这个华人签开始从中国这个地方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自俗的一个环境的设计 马来西亚呢是现在两岸三地以外 华文教育体系是最完善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华人先贤呢以前本着一句话叫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所以才让我们华人子弟呢 可以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传承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